狠心沒有被焗死兩兒子上吊亡 那隊分別五歲和三歲子女的屍體之後被移走 他們前天由媽媽帶到台灣新竹市一間酒店住 但到昨天中午還未退房,沒有人應門 職員通知消防員破門發現三個已經死了一段時間 警方初步懷疑媽媽為對兄妹吃安眠藥之後再被焗死他們 然後在浴室上吊自殺 現場發現一封遺書,叫家屬將她火化之後灑到海 估計她和丈夫因為管教子女問題不和尋死 警方已經聯絡她丈夫和家人